这个男人真奇怪 明明是赴约一场很重要的约会 他却开着家里保姆平时买菜的车 生怕自己顶级富二代的身份暴露 然而他之所以这样做 并非担心女孩贪图他的钱财 相反 他害怕女孩知道他所在的家族 原因就是他父亲的集团 要将一处公园改造成商业区 而安妮就是抵制这一行为的发起人 杰克同样对父亲的做法不满 不但每天与安妮一起呼吁大家保护公园 还会将每天摊车剩下的食物 分发给基部保护的人 但这个慈善项目很快就被餐车老板发现 杰克将责任一并拦下 把主张这件事的安妮摘了出来 老板扣除了他一个月的薪水 安妮在一旁有些过意不去 毕竟在他眼里 杰克只是一个刚刚失去保安工作的普通人 于是邀请他晚上一起吃饭表示感谢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他准备在今晚告诉安妮所有的一切 安妮坐上了车 丝毫没有感觉到惊讶 毕竟在他的认知里 杰克就应该开这样的车 他们吃了路边摊 杰克郑重其事 刚准备开口 就被安妮打断 他心中也有不对人说起的秘密 但此时此刻他愿意分享给杰克 男友曾因为他的闺蜜背叛过他 从那开始他便不再相信任何人 直到遇见为了替他解围 宁愿失去工作的杰克 听得很像在表白 但这些话落到杰克耳中 刚刚到嘴边的话 似乎失去了说出来的勇气 为了转移注意力 他提出去打高尔夫 安妮一干劲动 兴奋地抱住杰克欢呼 四目对视 周围滋生了暧昧的气氛 手机这时响起 一个坏消息传来 保护公园的请愿输出了差错 刚才的兴致消失不见 安妮匆匆与他道别离去 但第二天又一个好消息传出 一个男人为了追求他的闺蜜 在背后默默地付出 收集到了整整五百个签名 看到安妮面露笑容 杰克也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 忙碌完一天的工作 安妮的状态却不知为何又陷入了低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